接著我們要跟各位介紹 一樣不用軟體的 請問Windows上這個按鍵 你看它看多少年了 從Windows95就有對不對 就是那時候Windows95之後有 請問大家這個按鍵 按下去是什麼功能 你按一下 請問會跳什麼 是不是開始 對不對 然後你就結束了嗎 你怎麼開始就結束了呢 還沒開始就結束了 大家因為看這樣 所以平常會不會用它 不會 可是你們很奇怪 你不覺得微軟 這個按鈕不只一個 左邊一個右邊還一個 你有沒有注意過 為什麼你覺得不好用它還用兩個 因為買來就有了 所以不能換 其實它實在有很多功能 真的真的 我們來看看好不好 剛剛我們講網頁上的放大還記得嗎 我們時候見人家滾了對不對 可是那你有想過 如果不是網頁呢 我們一般Office也許你還可以檢視嘛 啊有些圖片是不是也放大 可是如果你是看郵件呢 各位用的是現在是用Outlook 是用電腦版還是雲端就是網頁版 都有 那你看看如果你是在電腦版用軟體的可以放大嗎 其實我們有時候比較懶的是什麼 英文的 英文的內容有時候你要看 中文還好一點 英文字字又更小 眼睛更累 所以你不要客氣 這個按鍵 加上加號跟減號 有沒有 底下 鍵盤上的加號跟減號 我下面有畫出來這樣可以嗎 所以呢你看 我把這個按鍵加上加號 你有沒有發現我放大了 而且是整個電腦都放大有沒有 因為這個是Windows 是不是有內建的快速 這個有沒有放大鍵功能 我今天回到我的這個軟體裡面 我一樣可以用剛剛這個放大 是不是網頁有差嗎 好像沒有差吧 這樣有沒有了解那個概念 你看我這樣是不是比較大 而且他的這個啊 不是只有這樣子而已喔 你可以選擇是全螢幕的 還是屬於透鏡的 我們現在預設其實是全螢幕 所以我是整個螢幕都放大對不對 其實我給你看一下 因為有些功能 有些人想要這樣放大 像我有看到一些那個什麼研討會啊 有些工程師他打程式碼 我打程式碼是不是好小 他就把這一個他打的地方放大 其他就不用放大這樣了解嗎 這樣知道什麼叫透鏡的功能嗎 所以呢你看我如果來這邊改一下 我不確定我們這邊行不行喔 因為有些電腦不行 喔有了有沒有 有一個透鏡所以把它放大一下 透鏡把它放大 有沒有滑到哪裡就那裡放大 這樣有沒有不一樣 當然這個大小可不可以自訂 可以喔 就是你想要放大的這個範圍 你可以自己自訂 其實老實跟各位說 我以前有買過微軟的滑鼠 你會不會想要買微軟的滑鼠 我跟你講 因為比較貴所以不想買 哈哈哈哈 我跟你講 因為以前微軟的滑鼠 他就有內建這個功能 就是你驅動車專家 他就有這個功能 我就可以用滑鼠滑鼠滑鼠 去調整我現在放大的範圍 我是為了要那個功能 所以我買微軟的滑鼠 這樣了解 因為其他的都沒有 其他都沒有 可是呢其實內建事實上就有這個 好就這個其實我覺得也蠻好用的 好也蠻好用 因為這樣的話呢 你是整個螢幕上的都可以放大縮小 尤其是你那樣做簡報的時候 是比較方便 你看我在教學的時候 我有沒有常常這樣放大縮小 雖然我用的不是這個軟體 但是放大之後 我們是不是看的真的比較清楚 所以說這個是第一個 他就這樣內建的放大縮小 那我剛剛講的齒輪按下去之後 是不是就可以調這個範圍 好你那個放大的區域 好再來我們往下走往下走 欸這裡有一個喔 有沒有一個叫顯示桌面 我問一下各位 以前我們在Windows SP 有一個叫顯示桌面圖示對不對 現在他很不人性喔 是不是把你藏在最右下角這裡 請問你眼睛會不會快掉 很難對不對齁 所以其實你不要客氣 你要顯示它的話 就這個按鍵加D就好了 Display 你也可以按哪一個你知道嗎 按麥當勞的M Minimize 有沒有最小話 對不對 也可以 這樣子的話呢 你就可以隨時回到什麼桌面上 你就不用再去找那個 所以我們講的這幾個都是大家比較常用的嘛 另外大家有沒有機會把你的螢幕的內容 投影到投影機上面去 如果你可能在外面我們要NoBook對不對 我們NoBook如果你要投影 不是常常要按那個 有一個那個切換螢幕的那個嗎 你太麻煩了 這個按鍵加上P 以前我們Ctrl加P 叫做什麼 對Print對不對 印出來嘛 現在印出來的機會比較少 投影的機會比較多 所以呢你就改用什麼 Windows的這個按鍵 因為這個P就PJ 所以你看我按一下 按一下P 你有沒有覺得這樣看得比較清楚 因為我沒有NoBook按 有時候你搞不清楚現在是哪一個模式 你就一直在那邊按對不對 測試一下 可是我在這邊這樣是不是都可以看得到 嘿 所以這個也很實用的 也很實用的 所以你會發現原來真的有很多 你只有開始就結束的 市場後面還有 延伸版 那各位平常要打開檔案總管 有很多地方對不對 我的電腦 然後呢在這邊按右鍵 是不是有檔案總管 但是不管哪一個 這個比較快一點 加1 有沒有 知道是不是又打開了 那為什麼要加1 因為跟這裡有關係啊 你看到這個 這個叫做什麼 IE對不對 欸 IE IE是哪個的縮寫 就是這個啦 你看一下這裡 有沒有看到 Internet Explorer 網際網路的什麼 探險家嘛 檔案總管的一本就叫 Expo 所以他的IE 只不過就是網際網路上的檔案總管 哈哈哈哈 這樣有清楚了齁 所以我們的重點要告訴各位就是說 其實你要記快速鍵的話 最好去瞭解他為什麼要用這個 因為這樣你就會記得久 因為是你理解嘛 如果你今天強記得 不好意思啦 一下就忘記了 對不對 我們現在都長大了 現在已經不像小朋友了 哈哈哈哈 唉呦 講到底的 好嗎 講到底的 啊這個應該還好啦 感動的 這個叫這個 比較沒有問題 這樣OK嗎 下面的就不見得你會用到 但是你可以了解一下 還有比較多的 但是這裡有一個 可能有些人會不小心用到 桌面的圖示放大 你看喔 我現在這邊 還記得剛剛回桌面快速鍵是什麼嗎 Windows加什麼 D或M對不對 麥娜娜M 你看我這樣是不是要關很久 來 你看這些圖 有些人如果你是用Notebook 或者是你的螢幕解析度比較高 但是怎麼樣 螢幕比較小 是不是那個就很小 所以呢 你這些圖要放大 你有沒有覺得我們家這樣變大了 這樣了解嗎 嘿 所以呢 這是哪一個快速鍵 控制按著加滑速滾輪 所以我剛剛講說 這是一個小小陷阱 因為有些人不小心 本來要放到網頁 結果來這邊 控制加滾輪 有沒有 哈哈哈 結果他就把它放大了 他想說奇怪 糟糕我要去找那個 有沒有什麼個人化 然後大小去調 他一直也調不回來 就是因為他按到這個 這樣會了嗎 但是你縮小的時候 你有沒有發現他分開了 放大會合在一起嘛 縮小他就會分開 變成你自己要再整理一下 這樣了解嗎 嘿 但是我們也有好工具啦 你如果懶得整理 事實上也有工具 可以幫我們記住的 我可以一鍵就還原 哈哈哈 就比較不用那麼麻煩 因為 這裡 所以我們待會兒會介紹到 是因為 有時候 你按投影機 尤其電腦 接投影機的時候 他解析度比較低 你的螢幕解析度會縮小 等你放大回來 哇 你的圖是不是都跑掉了 有沒有這種痛 有齁 所以你需要解藥 好嗎 後面會講 哈哈哈 OK 所以您試看看囉 試看看 Windows那個 開始 真的 按一下是開始 沒有錯 但是 您去看一下 我們剛剛講的幾個 第一個 檔案總管加1 第二個 你要放大縮小 加數字鍵盤的加跟減 好 數字鍵盤的加跟減 再來你要顯示桌面 好 要恢復 你就按Windows加D 或加M